生活儀式 這超強迫症的 我是很困擾 而且我覺得妳確實有 擦護唇膏的強迫症 妳有看護唇膏 因為上次我們去 他們去聚會的時候 妳大概擦兩百次的護唇膏 對 妳就只要一沒有 在鏡頭沒拍到 妳就拍空 還是妳是怕沒有眼睛 是不是快過期了 然後不用把它 找什麼 妳知道妳是拿諧星還是 不是 我就是覺得 我不知道我控制不了 而且妳除了控制妳自己 還會控制別人 因為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妳就蹲在地上擦護唇膏 然後結果她還說 張宇那個 妳嘴巴太乾了 都脫皮了 妳的強迫症 妳的那個嘴都沒有眼睛 不是 因為每次他們都說 妳幹嘛一直照鏡子 然後吃飯的時候 捏女性朋友 她說妳有這麼在乎外型嗎 我說不是 我只是覺得怕牙垢 還什麼什麼 然後等到吃到 吃了一小時之後 我過去跟大家鏡子 有什麼的我就說 欸 佳永姐 妳要不要看一下鏡子 妳眼尺整個飛出來 冰花一根在那邊 然後牙齒那上面有菜炸 然後她說真的嗎 然後我講說妳看嗎 不是要鏡子去這個下場嗎 不是這個下場 怎麼那麼嚴重 可是芳好像也不是 搞不好就很自然 她跟我們配合 可是我看到就想說 妳這樣怎麼見得了人 糟了 妳是要控制到別人去了 對啊 送所有班底 那個護唇膏啊 大家都要 你們自己承用 這我要幫她戳路了 你們都是妳認裝 這很好用 然後她說 我好棒 好啦 誰要加一 我想要拿成本舉手 對 妳跟她想要 我很想要 我想給妳 拿回來 拿回來 今天晚上十一點 my video線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 謝謝 謝謝